如果是一個人來香港遊客 他想看香港的故事 不會說我來看《Phantom of the Opera》 你香港能給到甚麼人看 如果你沒有東西給人看 就是我來失責 杜國威計算數 他將我和春天約會收的錢 他除開十二月來計算 因為當時他在紐約寫這個劇本 他說他計算上來 我每個月的人工是少於一個費用 即是一個人不可能 你一年寫十個戲 例如《上海灘》 現在大家都說周應發 但大家想想 當時那首歌 當時怎樣填詞 和這個故事怎樣量 是一定有一個很完整的製作 那些演員才能出來 所以對於一個失敗的劇本 就算你很厲害的演員 你也沒得玩 但香港就是 編劇收入不夠 背影不到 如果我們能夠把編劇的劇本 編為一種中和英的翻譯 以前我說的翻譯劇 就是把英文翻中文 或者日文翻中文 但為何不能把中文翻譯成英文 中文特別是香港 很多時候寫是廣東話 內地人看不明白 譬如今晚我們要去吃飯 你再這樣寫 你一定要變成 今晚我們去吃飯 這樣寫 好 如果能夠有一個機制 幫劇本譯了它 然後介紹給全中國各省 那他們就看了 看了劇本 然後你要做 給版權費給那篇 所以我們搞粵港澳戲劇比賽 其實我們幫他們出劇本集 但劇本集做一樣的 裡面有廣東話版 有白話版 將來最好有英文版 我覺得在香港 這麼大學有翻譯系 合作 然後將一些本土的東西 譯了 譬如莊梅岩的劇本 譯過做法文版 這個世界你不知道 你可能突然發現 很多地方 這個劇本好好反映我 發覺很多人做 給版權